国务院副总理,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陈毅,逝世于1月6日,由于江青等人干扰,原定的追悼会规格较低。 10日中午,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参加追悼会,周恩来当机立断,要求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务必参加。 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,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次,是对陈毅一身功绩的最大肯定,也是对与陈毅有着同样遭遇的老干部的肯定和支持。 周恩来在追悼会上致道词,充分肯定了陈毅对革命的贡献。 追悼会期间,毛泽东谈到了老干部问题,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。 经过周恩来的努力,一年多以后,邓小平和一批老干部相继付出。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